是律師叫他買或是經紀叫他買就不知了 是的 這個問題很重要 賣方代表律師 要在賣方能證明樓價預款 足夠清還物業的貸款後 才可以將托本的訂金交給賣方 一些管理過戶 水電煤過戶 清交管理費等等 搞定這些東西之後 你直接解凍了 拿筆錢 交給業主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任勞任怨座 三下四都得 而且很勤力的是Andy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波羅 大波羅下大雨打颱風 我們和你做事的風格都很勤力 打颱風也繼續做事 我們在這裏播劇 今天和大家看一輯節目 賣家買樓時再造按揭 再借錢買家罪給人首富貝 丁契血本無貴 資不抵債 今天沒什麽搞 大家一起看電視 我們在家看得到Youtube 我現在是家境康盛 來看看 香港買樓以為足夠補償 錯了 只要一個不幸就像他一樣 隨時血本無歸 簡直自己是一條水 我等同別 聊天才沒有分別 他是林太 香港典型打工仔 做生做死 餵層樓 今年二月 政府切爛 他現時機到 就想買樓 三月 他看得對 張君浩一個私人屋院 兩房單位 於是趕快下室訂 簽林約 張君浩 看到了 賺錢大家都不容易 飛哥是買二手樓 剛才我都叫你看了兩次視頻 然後 他說 一世人有奉地目標是可以的 這個 買家 他做了八年 老公兩個人 左草右草 坐舊上車買樓的錢 結果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究竟甚麼事 挺奇怪的 待會我們先看完這個視頻 看到哪裡我們會點評一下 第二個 到時 阿哥你做了多少年地產 其實現在十二年 阿哥是十二年 2008年到現在 做十六年 我二十八年房地產經驗 無論如何都可以幫到你 短頭看看我們總結到不到位 先看看電視 是七百萬元 三月四號 我簽約之後 電視當時還有一個查冊 就告訴我 那個業主 只是三兩個項目 一個就是一家銀行 第二就是一家財仔 這兩家加起來 只是五百多萬 所以其實他是夠這樣 他不是支付席 即是沒問題的 他叫我們可以付錢買 與此他先落二十萬細訂 兩個禮拜後 即是三月十一日 再落五十萬大訂 簽正式買賣合約 當時業主還這樣要求 他簽文時會合約 我們可以放訂給他 我可以寫他的名字 我就說不行 問現在可以放訂 我說不行 你還有按鈔 還有一個財務 我說不行 我一般都要稍微是律師 我證明你沒有負責 才可以給你 即是簽文時的時候 已經很急問你們 那個訂是何時收到的 好啊 不過林太打算 七十萬訂金 托管在賣方律師道 已經萬無一失 於是就安心等收樓 那我就最後平常去落二十 那我就以為到時可以收樓 但不是想像中更容易 去到四月 他就收到大吉國經驗的消息 我在四月初一號 剛才我告訴我 大件事 你收到一個訂替令 那一層樓 就說是訂一間的財底 他就說要訂替 那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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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提到 他 是有經紀方 查到他差那麼多錢 我覺得這個故事有點滑契 水份成份很重 因為我覺得很不符合常理 因為你買二手樓 三月份簽合同 左攪右攪到六月份才來做交易 才收到一些資訊 我覺得就不太對 時間也誇到 平時我們應該說 成交之前都已經知道 給得定大概什麼時間短 給什麼錢要做什麼 這裡就不是 香港的交易程序 跟我們說大灣區不一樣 我覺得你怎樣也好 你的流程大概是相同的 我看到經紀查到之後 查到資底債 但額得這麼大的情況下 是律師叫他買 經紀叫他買就不知道了 這個問題很重要 他知道人家是差不多錢的 律師叫他買就是經紀叫他買 這點很重要 這是害人的事 害人不淺 不是開玩笑 我們繼續往下看 當他在土地註冊處再查查一次 一查之下 再有禁經人發現 那查查突然之間 也發現 為何往命之前 會多了一個鄧小姐出現 一段270 我真的呈現 我真的呈現 怎麼會270呢? 發生什麼事呢? 簡單來說 簽林約的時候 層樓只有第一和第二案件 當時合共欠債540萬 但簽了正式買賣合約 林太收到訂契令 再查查發現原來層樓 還有一個270萬的特兒女士 第三案件 以及一個95萬的財仔欠債 即是合共四筆 總數是905萬的欠債 看到905萬的欠債 賣才賣了700多萬 對 700萬左右 這些樓 說真的資不抵債 我覺得這些是害人 我覺得很假的 正常來說 客戶正常 第一直覺 我不會買 第二 如果我是經紀的話 我又不會推薦客戶 沒錯 其實我覺得客戶有沒有問題 客戶也有問題 可能看到 就算這間樓是比市場價便宜 就算它便宜200萬 即是便宜債多也好 應該給自己反應 為甚麼這間樓價這麼便宜 想一想 他可能都 還沒想想 如果你想一想 要了解甚麼情況 原來是這樣的 你一定要買這間樓 上色問題 上色 真的 繼續往下看 270多 如果我加上 之前的500多萬 我加上270多萬 我加上270多萬 公開了800萬 我曾拿了700萬 那我就資不抵債 他不應該賣給我 那刻已經是 很多問題 我就不斷 找到我律師之餘 找了另一個律師去買 但是 對方的萬家律師 我律師去追問 他一直都沒有回答 3月4日簽臨約的時候 明明已經做了查冊 到無理兩筆債 為甚麼會無緣無故出現呢 香港我們有土地註冊制度 也有一個土地註冊條例 其實容許任何人士 如果簽署了一些 與土地有關的權益文件 最遲可以在一個月之內 走去土地註冊署 即我們俗語所說的田圖廳 進行註冊根記 看回最新查冊結果 第三案件 在2月28日 即林太簽臨時買賣合約前三天 已經簽了 但就等到3月21日才去登記 為甚麼要隔這麼久才提上土地註冊處 業主是否全心隱瞞 我們就不得而知 這裡擺明是詐騙犯 對不對 即是來簽合同的前幾天 就抵押了 又不說 業主真是詐騙 即是在我們大陸這邊 是屬於一些觸犯法例刑事 要坐牢 也不是說 等於業主已經違約 他欺騙他人 我們大陸這裡 如果你說 你整個之前 我們有錄音的情況之下 你這樣說 你不說這些東西出來隱瞞之後 就已經是違反合約 違反合約 入滿這間樓的債務程度 他現在簡直是騙錢 時間變成這樣 即是大方向大家是這樣的 稍後零零順順 因為太氣憤了 看到這段影片騙錢的 繼續看 就算層樓被財務公司釘契 業主的律師 都吹逼林太太要繼續成交 7月16日之後 對方的賣家律師 他都跟我說 如果約年 你們不成交 因為他說 他告訴我 這個釘契是沒問題的 不成交的話 我們就會成為70萬 你都會 你整個資料 也要你再賠10萬 其實我們所說的 俗意叫釘契 其實不一定是代表物業 不可以成交的 除非這是一個資產凍結令 雖然釘契不是代表物業 不可以成交 這是一個重點 但是很多釘契的物業 會嚴重影響價值 一般來說 金融機構或銀行 見到有產權負擔 又或者釘契的物業 他們都未必會提供按揭 陳樑除了揹著釘契令 遙按揭都很麻煩之外 這麼大問題是 陳樑可能賜不抵債 林太太一直追問賣科律師 賣樓的錢夠不夠蓋債 但只是得到這樣的回覆 只是扔在這裡 Postery 所以就放了這70萬元 我那一刻我怕你 我真的推到落谷底了 因為我的情緒是很不穩定 臨時買賣合約特別著名 賣方代表律師 要在賣方能證明樓價餘款 足夠清還物業的貸款後 才可以將托管的訂金交給賣方 15萬並沒有支付不抵債 所以賣方律師就在3月20日 將70萬訂金交給一個業主授權收錢的人 就算真是還可以成交 鄧林太依然覺得疑點重重 270萬債 為何債主特女士會肯只收60萬 簽臨約的時候明明已經有這筆債 為何業主都不披露呢 其實業主一早已經知道 他是有案給第三個人 但其實沒有跟你們說 是 千萬你很整齊萬女學 都是無披露改的 無披露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的 我亦都有權 我可以有權 我不再信他交易 林太深入調查後 還有令他極度氣憤的發現 我律師就再幫我調查 調查之後也發現 原來這個鄧小姐 在2月28號上 已經是由對方律師幫忙登記 上了那個查查局 就是說 對方律師在替了鄧小姐之前 也都替了賣價去這個律師樓 林太質疑 既然這間律師樓 同時代表業主 又幫他做第三案件 沒有理由不知情 為何林太簽約買樓的時候 他都不透露實話 是否有疏忽 有失德 那在這件事上 買方的律師有沒有疏忽呢 首先要看看在整個物業處理的過程當中 律師有沒有做好盡職審查 如果是代表買方 我們可能收到買家的代表律師的提問 我們是有責任去如實回報 如果我們明知道原來他是有做第三案件的 理論上來說 我們應該要披露給買家的代表律師 如果故意去隱瞞 故意去不披露 那這樣東西 最終如果導致買家有任何損失 第一可能就有一個疏忽 甚至是一個批債懲罰 不過重點是真的要看案情的事實是怎樣 靖安林太太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 在六月份成交入期前十幾天 貨產令 我在六月八日收到另一間錯誤公司 劉小姐又領下了一百萬 第一間領下了九十五萬 即通常一百九十五萬兩間 我律師就說 原料一定不能夠成交 因為這個真是領下 真是領下的意思是 如果如果我要繼續成交 我要幫他背上他的代表 這一百萬可以幫他背上 那更加不可能 通常買樓會無緣無故要加一個項目 給我幫他背 陳樓買不正 但要不要還不訂金呢 審存希望之際 林太太再收到極壞的消息 我在六月二十日成交入之後 那一個星期 很大力 我律師就說 發電話 劉小姐是他的貨產 即是說 就算發電話 那麼 說到這裏 最後要聽聽買家的三聲 聽聽買家的三聲 我再做總結 律師違反相關條例 會按照法律執業者條例的程序進行調查 如有需要 會轉介去 律師紀律審裁組 召集人安排紀律寧訊 但就不評論個別個案 只是想買更安樂 誰知遇上陷阱 很慘啊 幾年 積蓄不見了 大約八年好時間 我才套得不淺 為何以下只要拿走我 我覺得我不公平 所以 也躲在這件事 因為我們在家 不知道 很大力 其實我希望 律師公會 真的可以順利援手幫我 亦希望對方真的有良心 我只知道自己有問題 是能夠翻譯到我 OK 大概視頻看到這裏 總結一下 你先說 你先總結一下 你知你比較淺一點 我比較深一點 一二手我們也做過 是 你現在做二手比較多 你總結一下 看有甚麼要跟觀眾說 我想跟觀眾說 現在假如成交二手樓的話 為甚麼現在 我們任何一個行業 好像叫大食小 有時大食小 你肯定要專業 你才能吃得到 不然你怎能吃得到小 這是一個道理 為甚麼 我現在就在貝殼 特有平台的屬於 上市公司 跟香港二十一世紀公司一樣 我們成交的流程 其實我看了這段影片 我就覺得很奇怪 其實有時候你出了問題 問題之前 因為香港是說律師成交這間屋 但我覺得律師成交這間屋之前 你肯定應該有經紀 好像他沒有怎樣 有經紀有律師 經紀沒有怎樣提 是呀 經紀查過 那他 他是不是查過 之後 跳單 這些 如果他跳單 那就找律師 那律師 有可能 其實一同九六經紀 之前推薦給他的時候 遇到經紀 又滿情況 第二 這個買家 他是不是想欠甚麼經紀費 這些東西 中介費 中介費 想欠些費用 第三 其實 我覺得合戶 你說他可憐 我覺得 怎麼說 貪小便宜 貪小便宜 可能上息 比較淺 沒有買樓 第一次買樓 第一次買樓 但是你一想 租錢 租了 好像租了 七年 八年 租了七十萬 你租錢也這麼辛苦 那你下的結定之前 是不是想清楚一點點 幾百萬的東西 是啊 幾百萬 你幾百萬之後 都說了一樣道理 有時候不像 你送了定金給別人 就可以 你買不成 你都要 要違約這些東西 是不是 但是又遇到這些律師 其實我看律師好像 好像 詐騙法 不單是詐騙 簡直是跟那個業主 好像是 共犯 共犯 一看就好像是共犯 那感覺 可能也是共犯 是啊 看上去共犯 共同詐欄 所以看到這些 我覺得 每個地方的交易流程 不一樣 沒有時候 剛剛看到 那個 登記還可以成交 登記 登記可以成交的意思 等於我們國內的不良資產 是 人家覺得 他有首尾 大家不願意去搏 所以要一次性 這樣叫登記 但是 像這種情況 你要看一個額度佔比 像他這間樓 擺明的額度佔比 太多 即是爆了 我們叫爆了 即是隨時可能爆 是 爆了銀行 肯定要破產 然後要拍賣 即是我們國內叫拍賣 該賠錢賠多少賠多少 先由 賠給第一債權人 第二債權人 第三債權人 第三債權人 第四債權人 第五債權人 第五債權人 你慘不慘 所以剛剛看到 他說 他本來都簽了買賣合約 後期又說 業主又借了100萬 也不知如何借到 難道他又拿這間樓 又拿到錢 我覺得也有些假 這一輯新聞 對於我們做了十幾年 你先說完 我覺得這間樓 如果這間樓 是這樣的程度 七百萬 又借到百萬 意思是這間樓 如果他借到的情況下 這間樓價值 隨便超過 八百萬 九百萬 即是他這間樓 可能值千萬 才借到 是的 所以太便宜了 反正這個賣價 即是太便宜的樓 你覺得也不是很正常 本來就是這樣 哪有整個雞腳 整個雞腳 不是那麼容易 有些東西 你不能看便宜 我平時拍視頻 也試過 其實我知道樓很便宜 但為什麼不拍視頻 明顯知道交易不到 有些問題 擺明是有問題 因為對業主通過電話 或者我們公司 早期跟業主熟悉的人 登記了程式 一看這間樓 明顯是負債太重 私不抵債 而且關鍵這裡 剛剛提到 這是一個律師交局的手續 就是律師交局 但是你律師行 你擔不擔保他 如果擔保他 如果擔保他沒有問題 出了問題 找律師行 是的 我們這裡的交易二手 我們是這樣的 前期交易的流程 這兩年我們在平台交易 都是這樣的 你看到業主欠錢的時候 你客戶打錢過來 其實我們是放在公司 放在公司找到我們說的資金監管 擔保了這筆錢放在公司 幫業主資金監管 屬契 你的錢在我們公司這房 是業主借了一筆錢 通過我們說金融公司 就是監管的 可以付費用 反正就是貝殼這間公司 幫你去贖 你的錢依然在貝殼是很安全的 是 是等他那邊完全搞定之後 我們可以解凍這筆錢 是交給業主 其實就是你們公司 即貝殼揹所有的風險 現在是這樣的交易 即是爭銀行也好 或者是後期 甚至是私人也好 可以這樣爆 就來一個我們叫的米款 即是假如你買這間樓 定監 首期 米款 米款這筆錢 即是等你交易完之後 我們說的 你完全手術搞定了 是你決定解凍 解凍才是自動業主 如果不是的話 你每一筆錢都是主動權 還沒拿到紅寶 你也可以說米款不給業主 是你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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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拿到紅寶 即是我們叫紅寶的回則 回則條的時候 正常我們現在交易二手 是這樣的 今天交易可能一天到 就拿到紅寶 如果拿到紅寶之後 其實都 你都可以不用付錢 為什麼 拿到紅寶之後 你還要搞一些 我們叫的後期 物業交割 一些管理過戶 水電煤過戶 清交管理費等等 搞定這些東西之後 你就解凍了 拿筆錢 才交給業主 就算交給業主之後 我們公司還能夠收到什麼 假如你說 之前說 就算買些什麼 毛皮樓 正裝修樓 又沒有腎水的東西 假如後期 就算有也好 我們都要幫你保障到 為收費要多少錢 這些東西 我們都要幫你搞定 就不是說收到紅寶 是服務結束 單部屋沒問題 是的 即是不是賣一間懶屋 是的 飛哥到時候 把交易流程 你們公司的承諾 全部黏在下面 給各位觀眾對比一下 現在大陸無論是喝喝吃吃 或是各方面的科技有進步 買樓也有進步 可以給大家說 買樓也有進步很多 其實我們在大陸買樓 跟香港有少許區別 涉及的人員 香港買方買方經紀方 和律師 和房產局 五個方出現 我們這邊就是 買方 買方 經紀方 沒有了 就是三方出現 就是這樣 通過上面的故事 我覺得 首先別人給了錢 首先是同情的銀子 賺錢不容易 雖然是說 買家有所疏忽也好 不作點評 只是錢 百萬 賺錢不容易 首先同情買家 第二個 這個案例 其實 也看到很多漏洞 既然市場價這麼高 好像我哥哥說 突然去到這麼便宜 是不是 要做深入調查 從頭到尾才提過一次經紀方 即是中介 也有貓尾 對不對 肯定是 要是說 想省些中介費 有時的中介費 真的不要省 多了多少 因為他提供一個查冊子 我們在大灣區 如果你說 就算你不買 你說 我有些查冊子 我們也是免費的 你拿到查冊子之後 好 後期 其實 人家說 業主前期的情況 大概情況 或者大概後期會怎樣 業主 你跟誰跟進 律師 跟不跟進到位 我覺得也未必 第三個 我們有一個網簽 網簽是 國家和賣方 就是阿爺 政府承認這套樓 是你們買賣的 後期誰來借錢 你再借什麼錢 好像賣樓 你們房間證紅本 簽合同收入 我訂途是放進公司 是 不允許再用 就不用執抵押 就是房間證協放進公司 所以無論如何都很放心 還有網簽合同 這些 買樓 不是死金額交易 肯定是有些風險 有些人 人股人 是股死人 但是 但你如何避免射神鬼马 你会找一些专业的经纪 最近我们的二手交易上升了不少 包括飞哥卖了很多二手楼 包括雨丰美门邱月城 街景康城等等 二手楼卖过 确实比一手便宜 其实通过这些电视 我们也不要重复这么多 说真的不要重复这么多 多看一看想买楼 多看一看专业人的意见 专业的交易是如何 一二手的对比 就不会吃虧 说真的我们的楼 然后搞来搞去都是一百多万 百多万几十万甚至两百万内 现在都是一百万到二百五十万左右 大概是这些货 所以来说 你就看回 找回经纪 亦都是按照当地的交易 就很重要 买楼需检讯 找回一些专业人员 就帮到你 就通过这个 我们东章西网 这个姐姐仔 採访 那些案例分析 给大家参考 反正 有问题的楼 或者便宜得太离奇的楼 一定要小心 我们就 补充到这里 有兴趣的观众 在坦州买一二手 二手找回乐国 租楼也可以 一手找回我们 也有问题的 这一期视频 先分享到这里 再见